那我們來看一下豪華經濟湯的體驗湯 做一個樣的地方 豪華經濟湯它會做一個作業棒 它就這個 我們回台灣了 要整理一下行李等一下換個衣服 因為在外面還蠻久的 所以等一下就要上飛機 然後用15個小時 那我們就在飛機上見來賣你 豪華經濟湯有時候不一樣的 就是我大概是價8000塊 然後升級到豪華經濟湯 但是有打擊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豪華經濟湯跟體驗湯 有一個樣的地方 豪華經濟湯它會做一個作業棒 它就這個 它是這個 我大概是常用的 常配合的是這個 不太多的一個 算是精柔的牌子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有什麼東西 外面就是一個綠色的樣子 好我們先把它打開 然後 裡面有 一個眼罩 那這個眼罩我覺得就是蠻普通的 就這樣薄薄的 我應該會用自己的眼罩 然後會有一雙襪子 襪子也是那種比較薄的材質 這樣長的襪子 但是呢 它這個地方作為就是很粗糙 所以如果上飛機會水腫的人 是不建議穿它 不然你到時候下飛機 會變得 薄成豬肉那樣子 裡面會有一個耳塞 但我自己是用不到啦 然後 這邊是一個梳子乾燥劑 然後呢 就是一個可以在廁所也拿得到的 給它刷 大家最在意的一個保濕的 這個可以用蠻多次的 一個是護唇膏 一個是乳液 身體乳液 我個人是覺得那個裡面的東西沒有很多 但是 如果習慣自己戴的 還是自己戴一包的 像我自己是戴耳塞 我自己是戴耳塞 我可以保養一個人 好 豪華經濟艙裡面會 有一個比較大的桌子 那它可以這樣子放跟 這樣子 然後這裡會有一個可以放水杯的地方 這樣 然後它就是這樣合進去的 那位置也是蠻小的 畢竟它是經濟廠 然後這樣就收進去了 然後這個地方會有一個平台 然後你會得到一個Menu 當然這個是經濟廠也會有的 那餐點等一下我們再來看有什麼不一樣 好 紐約到台北 是一個前菜炙燒芝麻干貝幾兩半吃雞豆 沙拉主菜 這個蠻普通的 然後這邊應該就是早餐 酒類的部分我覺得是比經濟廠多了一些調酒 像是美酒啊 或者是一些雞尾酒 是經濟廠比較美容的 然後才會得到一個 室內拖 這是我的 室內拖 雞尾酒 阿雞尾酒 因為馬雞尾酒 這邊也是配折的 配這種折 然後它的 背子會比較厚一點 然後它里面是有毛的 因為我之前搭雞尾酒的時候 它的背子完全不暖 然後雞尾酒的時候 它的背子完全不暖 你搭口 一件兩件都不暖 所以我通常都只搭配這個背子 這個是我自己的被子 它就是比較厚,然後有毛毛 然後這個是長榮航空的 華華經濟床的被子 它是有毛毛的 的座位呢 像我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都是還是空的 所以跟經濟床比起來 經濟床差不多到這裡 然後我們是多了這樣子的空位 然後這邊就會有遙控器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那是你餐點的部分 對國語一樣 我自己唱的耳機跟一彎 耳機不太一樣 我自己都會軟軟的 會蠻大的 然後我現在被看到的消息 然後準備要吃飯了 ね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